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上面一行肯定是装弦装弦的 这个我们看一下 如果假如都是装弦装弦的情况下呢 我们出现一个小路 这个结果呢 大路和这个大岩仔和这个小路都是完全一样的 在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这个长的单跳 因为我们一开始这个前两口三口也是单跳 所以无人大岩仔和这个小路 我们都是这个前两列 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这个这一口 那大岩路我们前面是一样的长度 对吧 装弦长度一样 我们小路呢 是看着这个前面两口弦的长度 都是一样的 也没有第二口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无论大路小路啊 都是都是红的啊 所以个人来讲啊 单跳的牌 应该是最好打的牌啊 我觉得百家乐这个所有路里啊 打单跳是最好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岩仔啊 这个小路啊 这这都是红的 对吧 而且呢 你打的时候呢 我们想一下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大数据 百家乐装弦相等的 你觉得出一个装 该出弦了啊 出一个弦该出装了啊 所以两个永远相等啊 所以你越打越高兴 所以我们看得出这个 所有的这个礼呢 单跳啊 是最好打的牌啊 这个大岩仔和小路都是红的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这个 装或者弦的长龙怎么样啊 假如说我出现了这个 应该出现了一个弦的长龙啊 这个八九口 九口 这时候我们模拟一下小路啊 嗯 我们看到了啊 第一口呢 这个 还是蓝的啊 呃 得说这个 这一口嘛 到下面这口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个一二三 啊 四五六七啊 就说明了这个 这个 长弦的情况下呢 我们也是红的啊 嗯 我们看一看这个 如果在这 如果这个 这边有个长装啊 会怎么样啊 这个啊 我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看呢 除了前面几口 这个过渡的情况下呢 呃 我们 这边啊 都是这个 红的啊 这个在大路和小路 基本来说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前面呢 如果我们这个 多了几口呢 啊 我们就看到中间这个 过渡这个几口比较多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这个 长装长弦 呃 不是那么明显了啊 呃 从这个地方来看 啊 它其实还是个八口 那中间呢 如果你有这么一个 趋势的变化啊 呃 这口就被打断了 不是这个红的一直下来啊 它就被一个蓝的打断了 呃 那我们现在看来呢 哎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 一蓝三红啊 一蓝三红一蓝三红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趋势啊 呃 那如果我们现在 再把这个改一下看看呢 啊 如果假设我们前面是两口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一个 这个长的 桩啊 这个时候我们小路呢 呃 呃 这个前面三口啊 这个等于说就牺牲了 对吧 啊 那我们这个九口呢 呃 这个 这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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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我们等于说是 从这个 这个时候开始啊 所以我们 这个长度呢 也就等于说不是特别长了啊 我们只是说这七口啊 前面几口不符合规律的呢 呃 都是在这 这个范围内产生 啊 如果假如说我们 前面都是双跳啊 啊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个前三口呢 呃 还是符合了双跳的规律 啊 我们看到没有啊 这个 两弦啊 两弦两桩啊 又一弦啊 这个弦一出现之后 我们说啊 符合规律啊 我们是双跳 好 我们现在按照双跳的答啊 我们再来 再来啊 打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一直符合规律啊 前三口 等我们再要打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蓝色的呢 就表示规律断了 双跳断了 现在往下走 这口蓝色的啊 如果再走怎么样呢 我们就一直往桩的方向 趋势走啊 一直走 直到有一口弦出现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说OK 规律打断了啊 红色的记住 我们是代表规律啊 蓝色的是和规律相反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打弦了啊 这个我们就蓝色出现了啊 我们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继续是弦的 我们可以往看 往左往上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口弦 这一列的弦和这一列弦啊 就是找到规律了 是相等的啊 但是它没有走 它跳了啊 说明我们这个规律又断了 所以我们找这么一个规律啊 那既然这么说 大家可能也明白了啊 如果这个牌呢 都是双跳的情况下呢 不用想了 肯定是这个长的 对吧 只是说呢 这个 大眼路开始是这一口 我们是这一口 不太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呢 假如说中间这个有一列 现在突然长 断了啊 那这个红的呢 整个就是这个 跟我们的规律完全不一样了啊 打断了很多口啊 不仅是这一口是断了啊 这个下一口也是断的 所以我们就 就整个不同了啊 这个和这个 大眼路啊 趋势就完全不同 好了 我们下面再看一看这个 如果是三个这样的跳 我们看呢 这个要引入正常的这个三跳啊 我们前面还是有几口啊 比较混乱的 因为我还在没有找到规律的之前啊 因为受前面这几口的影响 所以呢 直到三跳这个形成啊 我们把前面六口计算拿掉之后 我们才就哦 这个是三跳啊 所以我们的这个旗舰是红的啊 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掉呢 我们可以看 前面的规律呢 就更混乱一些了啊 前面的这个 然后到三跳的规律啊 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 如果呢 这个前面的这个都是三口的跳啊 那不用说了 对吧 这个完全是符合规律的啊 我们就就一直下来啊 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两口和四口的跳啊 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大眼路上我们也看过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像这种情况下呢 在我们这个小路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两口四口的跳 我们看到没有啊 也是一个长的红的啊 所以这个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规律啊 这跟我们大眼路差不多啊 因为我们看这一口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前面两列 我们再可以看一看这个 把这个清理一下啊 像这种两房一厅呢 我们会出现什么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呢 我们也是一个长的红的啊 这个如果在大眼仔的这个路里呢 看我们就认为它是没有规律啊 这个呢 我们是在小路看是有规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把弦和装独立的去看 它这么一看法 弦对弦 装对装啊 这个不存在装和弦 这个长度一样的情况下 我们是红啊 只要是说隔口啊 装的裂和长的裂也行了 我们就是长红啊 所以这点呢 就和这个 我们之前看的这个 大眼仔是完全不同的啊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情况 我们这个会出现长蓝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把这个拉起来啊 这个如果下面啊 多出了一口 这时候呢 我们看 这个规律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就 出现了蓝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假如说 如果再出现蓝的话呢 那我们的规律 肯定是说 不能往下走 因为一往下走呢 就是红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要出现蓝的情况呢 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要变成装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 这个小路 就是长蓝 如果下一口呢 我们看一看啊 如果出现这个 这个红色的呢 那我们 往左往上 这两个不一样啊 装和上次的装不一样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看就还是蓝色的啊 然后我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下装了啊 因为下装的时候 就是变成红色 所以这时候我们看一看 其实就是 已经是变成弦 我们看弦之后呢 前两列弦不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又是蓝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看 这个第二口啊 其实我们看本列和上一列 本列上列不应该相同 如果是蓝的 看到没有 蓝了一个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是装啊 就出装的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蓝的 就是在继续的走啊 如果 如果再下一列呢 如果出现这个 装呢 那我们这两个就相同了 变成变成这种两方一厅 这种就变红了 所以我们是蓝的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是这个 出弦啊 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变蓝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 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出现了两弦 两装 然后出现了一弦一装 然后呢 再出现这个两弦两装 然后再出现一弦一装 这种牌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小龙的看出来呢 好 这就是一个长蓝 小龙长蓝呢 他的规律就是说 两弦 两装 一弦一装 两弦两装一装 他是怎么看呢 他其实呢 就是孤立的把这个 这个装都拿掉 孤立的把装都拿掉 我们可以看看啊 假如说现在没有装 我们其实呢 看着这个蓝色的规律呢 就是 长度都不相等的啊 他和这个不相等 这个和前面不相等啊 所以我们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想象一下啊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 长蓝的啊 好了 有些人说呢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 小鹿单跳啊 那大鹿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我们是一个弦啊 那假设说呢 我们这个 下一口是装啊 我们下一口是装 我们 看一下啊 所以第一个是红的啊 那如果下一个是蓝的呢 那说明我们这个红的 肯定是要往下走的啊 要不然就单跳的话呢 大鹿单跳呢 小鹿是长红啊 所以我们看呢 下一口就是蓝的啊 那如果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看这个预测啊 如果下一口是红的 那是什么情况呢 那肯定装还是要下来啊 下来的话呢 这个往左往上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就是 红的啊 如果再要是蓝的呢 我们装就不能往下走了啊 我们肯定这时候要换成弦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就是蓝的了啊 下一口呢 如果是要红的呢 那我们弦肯定是往下走啊 对不对 不能要不然往这个就变成蓝的了啊 所以我们 sorry 我们这个呢 还是要 红的啊 蓝的呢 这个往下走 这两个长度就 就不一样啊 还是继续蓝 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 还是红 如果这时候还要继续蓝 那说明什么呢 我们不能是继续的 这个 不能继续的这个打桩啊 因为打桩你往这走往这走往上啊 这两个一样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还是要打弦啊 所以这个呢 就是在维持我们 小路单跳啊 红蓝单跳的情况 下一口如果是红的呢 呃 我们就 不能 打弦了啊 如果往前这么一打 还是蓝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 出现桩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单跳还在继续啊 那单跳继续两口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不能再单跳啊 单跳红的就一直下来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 把这个 下一口出现红的情况下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 就是单跳了啊 呃 然后我们再继续再下一口啊 下一口往左往上啊 我们肯定是要打桩 才会出现单跳 这个时候呢 单跳就 就得说继续 继续再往下继续了啊 呃 这时候呢 我们就 还是要换成弦啊 就这个 啊 蓝的就是要继续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呃 装啊 所以我们 哦 等一下啊 我们看这个 啊 哦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看出这个规律啊 什么情况下呢 这个小鹿会出现单跳呢 啊 我们看 呃 一弦三桩啊 就是三桩一弦啊 呃 装弦啊 三桩一弦 装弦啊 就是 呃 三个装中间 跟着一个小的单跳 呃 或者说你这个 呃 单跳这个多两口啊 呃 单跳这个 四口 多两口 单跳四口 这种啊 这个时候呢 就是出现了这个 小鹿出现 单跳啊 呃 大鹿呢 是遵从这么一个规律啊 呃 这个可能就 相对说比较难得了啊 呃 出现这种排行 所以呢 我们在 看小鹿的时候呢 呃 我们发现小鹿大部分是 规律的话是 比如说是 是长红 这种 我们介绍几种 呃 长蓝啊 我们是介绍了这个 刚才的一种情况啊 单跳呢 我们就是介绍了这么一种情况啊 当然只是说 简单的说一下 呃 在大鹿出现什么情况下啊 小鹿会出现 相对说有规律的啊 呃 这个只是说 给简单 给大家讲一讲啊 不是说教大家看鹿啊 只是说 这个 你在 大鹿出现什么情况啊 小鹿可能会出现比较整齐 对我们有帮助 呃 再讲一下这个小鹿呢 其实主要目的是看这个 出现一口 装的情况下啊 看前面两口弦 啊 装往下走呢 看本列和上一列装 啊 这么一个规律 呃 好了 谢谢大家 呃 这一个讲完之后呢 就 还讲一个蟑螂路啊 再给大家讲一下啊 主要是帮助新手啊 呃 我们老手可能都都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呃 好了 呃 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啊 希望大家 帮我订阅点赞留言支持我一下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